高铁是动车吗? 动车不是高铁,高铁也不是动车,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。 动车全称叫动力车辆,是指轨道交通系统中装有动力装置的车辆,包括机车和动力车厢两大类。 单节机车只负责车辆牵引,不具备运载功能,而动力车厢不仅拥有牵引能力,还有运载功能,可以在车辆上运输旅客或货物。 高铁全称为高速铁路,是指设计标准等级高,可供列车安全高速行驶的铁路系统。 其概念并不局限于轨道,更不是指列车。 从车型上说,动车组使用的是和谐号机车,时速在200到250千米,而高铁使用的则是设备更先进的复兴号机车,时速在300到350千米。 动车一般在油炸铁路上行驶,而高铁则是在无炸铁路上行驶。